滲透排行榜的話有機會再來追啊 帶起來 越過了二壘手的上空行車安打 王振堂這個時候從德寶拉手中打出彎打 這就像比在王振堂個人的第二章打 站上一壘 跟到這顆變速球 近點位置來講的話 血液相對比較高了一些 所以有點打在棒頭上 但是他飛行的高度還夠 就是這個垂直跳也滿高的 真的 這球打中間方向的平飛球落地形成安打 鄭浩偉也結束了他連續十五打樹 沒有安打的第一球 終於來敲出安打 掩護隊友上到德點圈了 現在漢將打線慢慢的攻勢 開始串聯起來 在一出去之後 接連的兩支HIT 打到一個變速球 連續兩個球其實都是有點變速球 被打者給設定的到 但關鍵還是 德寶拉這兩個變速球的位置來看的話 其實都並沒有壓得特別低 第一球就出手 非常的強勁 右半邊出現難打 要不要拚本磊 現在王振堂繞過了三連之後 加速馬力往前衝刺回到了本磊 攻下了富邦漢的追評分 雙方1比1回到了原點 戴九卜打下了富邦漢的追評分 這樣比賽他也完成了猛打賞 今天整個攻擊的感覺都來了 前面兩個打擊 雖然有一點帶有運氣的成分 但這一支安打就是扎扎實實 右半邊的平飛安打 內角稍微高起來 打者選擇揮棒的掌握度也很好 打得相當的精彩 再來看一下王振堂的跑類 那原本在一壘的身號尾 也是往前抵達了三壘 這支安打真的是價值連城 這一球打進了場內 穿越二壘方向前球安打 現在第二分回來看看第三分也回來 葉子亭小跑車一棒見攻 一棒兩分 擴大富邦漢將的領先 這個半局不但是先追平 再逆轉現在是三比一 領先中信兄弟 錯過了第二局跟第三局的攻勢 總算在第六局掌握到一批 還蠻不錯的感覺 而且這個攻勢其實是有點 從後段棒次所串起來 這一次的進攻漂亮 在二壘方向 打穿了二壘手的管區 畢竟兩出去一打出去 臉包上的跑就會開始跑 所以只要一穿越內 兩分應該就有辦法回來了 戴裴峰的一個跑壘也很積極 繞過了三了之後 也是開氮氣加速 回到本壘 這個半局反倒是在這個 中後段棒次的一個安打串連 而且要一口氣把德寶拉給打退場 所以中間方向來看看 沒有辦法攔截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隻安打 滑嫌李宗賢這個時候連續按打場次 推進到連續十一場 上場比賽在第六第七局 整個漢將打線完全打開耶 這個球已經跑到紅中了 這球王振順就算順利接到 你要來抓李宗賢應該也不太可能 因為他整個重心都已經往外野 很難集挺來錯傳情 直接擺出來囉 點下去 點的位置還不錯 三雷手出來接要趕快 傳向一壘 完成了四殺 王勝偉是一個成功的犧牲端打 把原本在一壘的李宗賢推進上到了得點圈 這一棒中間方向穿越 又是一隻安打出現 現在二壘上的跑者 李宗賢繞過了三雷之後 要來直攻本壘 沒有問題 鋪回了本壘 鋪回了副方漢將的第四分 張靜德繼續維持對上 蔡奇哲百分之百的打擊率 貢獻一分的打電 四比一 三分差 第六級跟第七局 公司的串連 真的是做得很好 今天兩隊都是開啟這種機關槍的一個對轟啊 都是拿機關槍在掃射 強大並不多 都是靠著這種一雷安打 一雷安打的一個串連 唯一有機會的是投手 但這個球真的是打得太強勁 哇 花仙的一個袍類 全力擠走啊 漢將打線 團隊已經出現了十一隻安打 全部都是一雷安打 這一球 打成了在中間方向 又是一個安打出現 現在 繼續來推進壘包上的隊友 直恩奇 抵達了三壘 范國城 敲出了單場的第二隻安打 今天副方漢將團隊 所出現的第十二隻安打了 又來到了得分的大門口 不知道這樣的跑者也率先起跑 就像安打的出現 那當然要上三壘 因為這樣的跑者來講 就會比較簡單 這顆球 也掌握到一個比較高的變化球 這個半局 現在漢將打線團隊 已經出現了 有三隻安打囉 現在B的中心兄弟 這幫打得不錯 在中右外野方向落地 先球安打 又要帶有打點 直恩奇回來 現在看後面的跑者 能夠回來幾個 回來兩個 林哲宣的安打 但有兩分的打點 繼續來擴大 富邦漢將的領先 來到了六比一 這個半局又是一個大局的產生 現在依舊在進攻串聯當中 依舊是一隻一兩打 不過這是一兩打 也是相當的致命喔 再來看一下 蠻壘出現的安打 因為這樣待會的分數 就至少會兩分 這雖然有點打在棒頭上面 但是落地其實還 運氣還蠻 哈囉大家好 我是洋洋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